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19291 我跟你讲说低估的股票已经落地了 那我跟你讲说 我们看一下 今天你看一下3583 这个强势上涨 3587 这个强势上涨 好 2330 我们跟你讲说 跌到752到740块 现在是一个波段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那你再看一下 3231 2383 出现强劲 2345 我们看得到这些股票都出现一个怎么样 强势上涨的行情 那先前我跟你讲说 这个投信在买的 这个股票非常好的股票 你看一下 资本也往上走强 22327 也往上走强 2201 那今天看一下 今天2359 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有人敢拉涨停办 尤其我跟你讲 6125 拿涨停办 所以各位投资人你要注意一下 这些低估的股票 我跟你讲 今天大涨180点 如果低估低本 因为今天没有涨 今天说黑的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纵然今天晚上遇到美国股市大跌 明天台股做回档 我跟你讲 业绩好的股票今天没有跌 我跟你讲 明天容易产生抗跌一涨 纵然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大跌 引爆台湾股市明天做一个拉会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没有涨 明天也会成为逆事股 抗跌一涨 6257 一样 明天也会容易呈现一个什么 抗跌一涨的现象 6176 我们看一下 明天也容易产生抗跌一涨的现象 好 再来2303 也一样 2472 今天说黑 62 82 84 今天说黑 我跟你讲 明天这一种股票 容易产生抗跌一涨行情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为什么 它容易产生抗跌一涨行情 所以也就跟你讲 也就跟你讲明天 我们股市纵然遇到美国股市 动作也回档 那我跟你讲这一些业绩好的股票 因为 这个股票拉到接近涨停板 二三五九拉到接近涨停板 就显现 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一些股票 容易产生抗跌一涨行情 等一下我再跟你说明 好 第一个问题 我要说明这个 整个大盘 今天谈生 180点 确认 刚才我跟你讲的 15321到 对不起 19 19532到 19291 确认这一些低估的股票 是一个落底 但是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我今天画了一个图 看一下 我个人规划 原先我跟你讲的都没有改变 19532到19291 这一些币误杀的股票 已经落底了 那刚才跟你讲说业绩股逃票 今天如果收黑 明天产生抗跌一涨 那今天大涨股票 明天可能震荡或者怎么样 会拉回来会相反 可是高本一笔股票 今天收黑 我跟你讲 明天大部分的股票都还是收黑 等一下再跟你讲 好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底部 在19532到1929 这个地方落底 那我跟你讲说最坏会跌到怎么样 19041 好那为什么我跟你判断 19532到1929 各位投资人这个地方回到怎么样 季限 就像这个地方回到季限 好回到季限 你看一下 KD 低档 这个地方KD的好 你再看一下 这个KD已经怎么样 储带低档 所以各位投资人为什么我跟你讲说明天 最坏会做一个回马梯 我跟你讲做回马梯就是让怎么样 KD在修正 这个D值在修正怎么样 20户近以下 这个D值在修正怎么样 在D 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 我跟你讲 好的股票 你就要做回补的一个动作 再两天 再两天 KD指标都到达一个低档了 好现在第二个问题 我们探讨 整个大盘涨到这个 这个地方是不是出怎么样 天亮 对不对 这个天亮 那我们探讨一下 这个亮出现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好 在2330 有没有 这一天出现的 14万张的亮 增加的 这一档股票就增加的500亿 好 那你看一下这个天亮 初天亮的一个最低点在746 今天收在754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跌下来 虽然有外资大卖 可是这个背后有不为人知的人 在吃丑麻 否则 这个地方746 对不对 746 那今天收在怎么样 754 慢慢接近怎么样 这个最大量 好 再来一档股票 2317 红海 那天也出了怎么样 各位投资人 十几万张 有没有 十几万 出现的十几万的一个 一个成交量一家 十三万 三千八百六十二兆 好 这个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怎么样 站上去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2303 这个大量 维护怎么样 跌破 但这个是小破 好 我跟你讲 这个量除了集中在设三档股票以外 最大量集中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2371 你看一下 这个这一天的量多少 46万6千多张 有没有跌破 跌破 这个变成怎么样 套牢量 好 我再给你看一个 1609 这个出现怎么样 多少的量 39万是将近40万张的量 这一天成交了怎么样 300多亿 这个有没有跌破 跌破 这个都是怎么样 套牢量的 好 好 再来 1612 出现怎么样 大量 对不对 这一天大量 都跌下 都套牢了 对吧 好 1608 各位 这个出现多少量 这个是跌破了 套牢量 有没有 这个都套牢量 好 再来看一下 1519 这个跌破了 1503 这个跌破了 1514 这个跌破了 好 我再来跟你讲 再来还有哪些股票 还有哪些股票 8936 我给你讲说 水之炎 各位 别乱了 无收八道 出现怎么样 超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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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套牢了 9955 什么黄金概念股 各位大量 是不是套牢了 再来2009 有没有 一桶什么这桶概念股 套牢 什么股票套牢 那就代表怎么样 这个 7000多亿的成交量 但是我跟你讲 电子股三档股票 台积电 红海 联电 都还在怎么样 它的换手期 可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股票 1608 类似这个 通通是不是都套牢了 1609 各位 是不是通通都套牢了 这个最大量 2371 这一档股票还有一个翻升的机会 这一档股票还有机会 但是再拉高上去 我上礼拜是不是跟你讲 礼拜四 有人准备换空 那换空是怎么样 要等他一股做起 债而衰 三额解 当三额解就是怎么样 你空下去 各位 1612 1608 1609 1603 而且很明显 这些重电股 水之眼 黄金概念股 铜概念股 都是一个题材 而且 严重的低估 而且这个盘是已经看得到了 操作这些的阻力 铃铛 出现怎么样 不同心的现象 什么叫不同心 有些主力很聪明 他不贪心 他在怎么样 这一天出调 不贪心 他在这一天怎么样 出调 他不贪心 在这一天出调 他不贪心 在这一天出调 他不贪心 在这一天出调 再来 9955 他不贪心 在这一天出调 所以代表怎么样 先前主力大家一直共 吸引短线客去当冲 结果现在一半的主力 对这一种股票有戒心的 因为他严重的高估 可是你看一下 2330台积电 这个良性换手 2317 这个鸿海 良性换手 只差这一档股票 但是这一档股票也低档有限 还有一档股票 3017 有没有 这一天出调大量 那为什么这一天大量 我在这一天就告诉投资人 上礼拜四 我在58台90台就告诉 各位你听我的话 这个地方交叉你买 这个地方涨到这个地方 KD已经怎么样 处在高档的 有没有 我真的很高兴 这一天高点692 我们不要讲说你卖到692 你卖到685 昨天跌到多少 五六七 差价多少 5六七 118块 各位 如果你在这一天 看我这根非凡 58台90台连线 你能够接受我的建议 你这个地方出掉了 你昨天相差的118块的差价 有没有 我是不是帮你省下118 好 我刚才跟你讲说 业绩好的股票 明天抗跌一张 好注意 这档股票 今天跌下来怎么样 第一个手 KD 所以明天抗跌一张 我认为明后天会出现怎么样 中长虹 而且这一档股票会开始往上攻 等一下我再分析给你听 2472 明天我跟你讲抗跌 因为KD只修正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跟你讲 明天 KD 再修正一天 就处在一个严重的低档 6257 各位你看一下 修正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景线 KD到低档 好 6284 这些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KD怎么样修正到一个低档 好2303 这个地方KD怎么样 修正到一个低档 所以 这些股票 今天收费业绩非常容易产生 抗跌一张的行情 好 接下来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些股票会上涨 各位 你听我分析 所以我跟你讲 好 道琼 我这个地方也列给你看 这个 明天再说明 Next Day指数 也在这个地方 明天再说明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很快的带过去 上海 这个附身也是 还是抗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些都讲了 好多了 都不愿想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好 这些都过去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 这四档股票 有没有 比较抗跌 对不对 跌到这个差不多了 这个比较抗跌 但是你看对照一下 这个跌的怎么样 美超超级 超级不要碰 这个跌的怎么样 那这个高估的股票 我跟你讲 AI伺服器 我认为只有双红高估 双红 各位 双红任何弹升上来都是怎么样 都是卖点 双红 3324 所以今天有没有 弹上来 你赶快逃 这个地方你赶快卖 那明后天一样 弹上来你都是怎么样 都是卖 所以AI伺服器 我认为只有这一档股票怎么样 严重严重的高估 那其他的AI伺服器都低估 好 怎么分析 各位 你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各位 所以重电股都大量 套在高档了 而且他本利比怎么样 超高的 好 我分析给你听 你看一下 华城 这已经公告了 1月的EPS 0.46 3月的EPS 1.17 所以我们估计 他第一季EPS怎么样 2.3 各位 国具已经公告了 第一季EPS多少 11.02 而且他跟你讲 景气已经落地 而且怎么样 第二季 毛利率 盈利率增加 营收增加 产能利用 利用力增加 好 华城 6万EPS 固2.3 国具 11.02 前年EPS 15块 国具 50块 各位 这一档股票是AI 收服器 也是苹果概念股 请问各位 50块 50块股价在607 15块股价在825 请问各位 你要买 15块825 还是买50块607 所以我跟你讲 主力已经不同心了 我跟你讲 主力这一种股票 主力已经不同心了 好 你再看一下 见顶 他第一季的营收 比第四季来的成长 第四季三点 但我们故意把 第一季估计 3.2 你看一下 四天 一月二月的EPS 一月 0.81 二月0.55 我们估计第一季2.1 那我们估计怎么样 见顶3.2 金像电怎么 2.7 我们估计今年怎么样 见顶13.6 四电8.5 请问各位 你要买8.5股价在308.5 还是要买13.6 187 各位想清楚 你要买8块5股价在308.5 还是买13.7 再187 还是要买怎么样 11.6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也落底了 所以我跟你讲 AI伺服器本币比最低的是哪一档股票 国据 各位你自己想清楚 重电股都高档套大量 那个六七千多亿都是在重电股的量 那重电股高档已经主力不同心了 有人很聪明都闹跑了 懂不懂 所以我上礼拜跟你讲说怎么样 准备空单要出局 我跟你讲 真的有人空他 好 那我跟你讲说 你要买50块 607还是买15块 825 想清楚 各位 你现在想清楚 你要买怎么样 8块5308.5 还是要买AI伺服器 13.6 187 这个广达 所以本益比最低 这一档股票 第二低这一档股票 再来怎么样 金像电变第三低了 台新科 各位你注意一下 亚令 1月0.13 2月0.21 这个第一季0.7还高估 好 EPS3.6到4块 给你4块 4块在1.155 那你要买7块在1.16 还是要买4块1.155 各位哦 你自己想清楚哦 想清楚哦 好你要买伪创6块7股价在1.11 还是要买4块钱股价在1.155 所以跟你讲 重电股所有重电股都做头了 但是我跟你讲 我没有告诉你这个量去杀低哦 谈升上来 你能跑尽量跑 那我跟你讲 AI伺服器我认为只有 双红高估 那有下列几档要相信操作 第一档股票 连茂 第二档股票 海耀 还有其宏 相信高出 低补 那其宏 高估 那其他的AI伺服器 我跟你讲 都严重高 各位投资你想一想 4块钱的股价可以称在155块 8块半的股价可以称在308 各位13.6在187 11.6在188 你要买什么 各位你想清楚哦 你自己去信号清楚哦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各位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为什么要涨了 第一季EPS 0.7 第一季EPS 1.7 前里EPS 4块 前里EPS 6块4 4块钱股价在155 6块4股价在 所以各位今天说黑哦 明天注意 这一档股票低档有限 KD已经到达低档 那明天怎么样 他会抗跌一涨 那后天 我认为他开始拉 加帮你注意一下 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 达兴 对不对 对不对 6块钱 138 6块6 79 你要买达兴还是加帮 那这一档股票拉出来 跟一帮做比较 各位一帮 去年3.73 这个5.01 各位哦 这个88.7 这个营收98.7 第一季1.2 第二季两块钱 前里EPS 4块8 前里面同样是一个被动元件 而且这个加帮是电杆 6块6的股价在79 4块8都已经涨到怎么样 97.8 你看一下 6449 涨到这里 我跟你讲 加帮合理价位 要超越 一帮20% 我跟你讲 加帮合理价位 79 要超越 6449 25%才合理 那这个股价在100块 超越20% 120 所以各位哦 你尽量杀 你尽量杀 他人家会不会把你收走 那 细光泽已经涨上来的 你看一下 622 23 各位 推升上来的 那这一档股票呢 5块钱 人认为要得到哪里 326 你认为他要得到呢 3264 人认为他 6147 你认为他得到哪里 各位 所以我今天各位跟你讲 行家看这里就知道了 这个大量 那现在所有重电股 大量都套到了 那些出现大量是重电股了 那电子股出现大量是在怎么样 在台积电洪海 可是台积电洪海 他低档 被他换手了 所以这一波主流 我跟你讲 绝对不是重电股 不是水之眼 不是铜概念股 不是黄金概念股 我跟你讲 重电股要修正50% 信不信有你 而且这些主力已经不同心了 有些主力很聪明 他已经闪掉了 他开始怎么样 在规划布局怎么样 低估的电子股 各位 你认同黄老师的观点 请你赖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 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点散 感谢观看